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5月31号 也就是5月的最后一天的交易了 通常呢这个时间呢就有这个基金机构呢 就会做这个portfolio rebalancing 就是会调整他们的投资指和 组合 所以你会看到今天 在最后10分钟 4.50分的时候呢 到5点的时候呢 你会看到很多这个KLCR的成分股呢 就有些是大涨 有些是大跌 而且是成交量是很多的 这个很大可能呢 就是有些基金经理呢 就把这个某一些股 尤其是成分股 卖掉然后再买进其差的股 来做balancing 来调整一下 这是他们的组合 这个呢就发生在publicbank这边 我们来看一下publicbank 今天呢就 稍微下跌 3.8亿 但是这个3.8亿呢也是52周星低 距离我之前讲的这个 支撑3.79呢 只是差两分钱罢了 啊 你可以看到了他下跌的时候呢 成交量是非常大的这个 呃就是说这个成交量啊肯定不是赏富 买卖的啊肯定是有一些人 基金呢卖出去便宜卖 便宜卖 这个量啊肯定买 呃 意思是说呢基金机构呢我觉得他们也是不看好publicbank了啦 啊宁愿帮时把它买出去转换为其他的股 如果 你去看下 manbank啊 manbank也是非常一样的 一样东西啊 但是呢他的成 上次的他也是很大成交量 但是呢他是上涨的 也是上涨到一两分罢了 也是说呢他们只是换罢了 换股罢了 没有能力把这个manbank的股价推上去 啊 相比也是一样也是52周星低 呃也是很大成交量 就是说有人把它买出去啦 啊 如果你要看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 检讨一下我这边有这个52呃 kLCI成分股 你看我们看见manbank 看成交量非常大 知道吗但是股价呢 多少 上升 0.7% okbank下跌啦 下跌 的那个 也是一样成交量非常大是下跌的 bc game 呀52周星低 尤其的是哪一个呢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nexter 他是上涨的看到他成交量很高的 呃跟店也是一样最后一分钟的时候 都应该把它推上去 变成4块了本来要跌破了啊 但是又推上去了看到吗 啊也是很大成交量 呃 rshbbank 啊很大成交量跌破200元均线 除了manbank之外呢其他的银行股啊 CNB rbbank rshbbank 呃 还有什么 呃 Hononbank 看到吗 都是很大成交量都是下跌的 所以 基金机构呢我认为他们已经是不看好 这个金融股 把他们的组合 换成其他的股了 哪些股有呢 呃 比如说哎 mbank他们看好哦 mbank他们看 mbank也是很高 但是他们换成mbank了 所以可能mbank有些东西啦 啊其他的 啊肯定也是起了啊 nexter 说你们自己可以看下 找一些这些资料来看下 就说他们会看好哪个股 所以我之前讲的银行股啊 大家尽量的不要去暂时记闭开他吧 呀不要 随便的去介入 看一下他们走上那里先 so 这个portfolio rebalancing呢是一个 通常是给这个 啊基金机构 而他们通常也是买这个 单从股的 所以看到很大的变化 你从这边也可以看到了 他们是看好哪个股 看不看好哪个股 不需要看那个 粉丝员的 报告了 看这个就好了 你可以看到哪些是 觉得比较厉害的 你就知道他们不看好了 那些有期的啊 他们比较看好一点 呃 因为这个操作呢 今天可以 因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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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鲁河 这个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意见 你的钱 你自己做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